镜头被强风吹得不断晃动 似乎随时要倒 坚持了一阵子后 实在不敌凯米威力 画面消失断讯 台东三仙台即使影像是 台湾东部面对凯米的海景第一排 24号下午虽然台风还没正式登陆 却已经带来强风暴雨 下午三点多 卖力帮忙监看的镜头军 就不敌强风阵亡 让许多网友直呼 镜头军你怎么挂了 难道又去放台风架了吗 因为早在2023年 海窥台风席台时 就有大量网友涌入 台东三仙台即使影像 观看台风带来的巨浪和狂风暴雨 监视器影像最初非常清晰 但经过台风暴雨洗礼后 画面越来越模糊 最终不敌16级强风遭到摧毁 东管处灾后花了两周 才成功修复镜头军 这回镜头军被证实因为电力因素 先去放台风架了 还有他们也扛不住了 花莲的镜头军也辛苦直播 其中西星潭的两支镜头 深陷凯米的17级狂风和暴雨 根本看不清楚画面 只能看到雨水横行加上风声 其实转播的恐怖画面 让民众纷纷打气撑住啊 但最受欢迎的镜头军是他 石门水库持续调节性放水 现红画面在台风这两天 就有50万人上线观看 桃园观旅局在16处热门景点 都设置了镜头军 让民众台风天待在家 也能欣赏另类壮观风景 都是新闻众好报道